陳老師今天要幫大家解釋 我覺得這很有意思 因為我們常常都說 女人我三姑六婆 聚在一起 就不得了 是 什麼叫三姑 還有哪六婆 三姑就是尼姑 道姑跟掛姑 那尼姑 尼姑 道姑是出家人 那掛姑就是專門幫人家算掛的 有點像命理師 所以他也算是宗教界人士 那六婆就是我們一般所熟知的穩婆 就幫人家接生的 還有藥婆 穩婆是接生的嗎 對 穩婆 是接生的 然後還有藥婆幫人家抓藥的 因為女孩子以前在深規裡面是不可以給大夫看的 對 那還有那個媒婆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還有師婆就是巫 巫 巫婆啦 巫師 對巫師的那種感覺 然後再來是前婆 就是勞保 就是色情仲介那種 最後一個叫做牙婆 什麼叫牙婆 那牙婆就是人口買賣仲介 那我們聽起來 其實這六種都是正當職業 而且有一些還蠻備受尊崇的 因為會促成人家姻緣 或是說解人為難的 可是因為有一些良幼不齊的關係 然後就造成他們的那個素質 那個有所落差 那再加上以前的大戶人家的千金小姐 還有大家閨秀 他們都是大門不出 二門不賣 然後他們通常都只有在這些三姑六婆 來家裡的時候 才會問問說 外面發生什麼事 那些三姑六婆來講的時候 難免會提到人家隱私 那這些隱私聽到這些大戶人家的那個閨女之後 又去傳出去 所以就變成八卦的由來 所以 三姑六婆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怎麼那些三姑六婆怎麼那麼八卦 其實是這樣子來的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那這六種職業裡面的三種職業 是很為人所詬病的 像我們剛才講的那個師婆就是巫婆 他雖然是幫人家請神算命 但是也有一些會因為大戶人家需要要求 會幫人家下伏下咒 那當然有人就覺得你來我們家 是不是別有目的這樣 第二個前婆就是勞保 那來你家就是為了物色那些大戶人家好不好看 可不可以邁入青樓 這當然也是那個會讓人家避而遠之 那雅婆比較特別 我們都會覺得雅婆這樣子人口買賣 上盡天良最大惡極對不對 可是其實在早期 他還蠻備受尊崇的 他救那些窮苦人家的兒女 為什麼 因為窮苦人家 他們就是三倉無以為繼 那這樣子一大家子活不下去 那就只能餓死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通常保兒子不保女兒 因為兒子可以傳宗接代 可以成為未來的賺錢的動力 女兒是賠錢貨 等你出嫁 他準備一大子嫁妝 所以優先被餓死的都是女孩子 可是這個時候 雅婆就發揮作用了 女婆大家知道 師婆就是巫婆 對 OK 巫師嘛 對 然後前婆 前程的錢 對 前婆就是老保 對 所以我們常會看到一些 什麼以前的劇裡面 罵人家老前婆 就是罵人家老保的意思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對 然後藥婆就是抓藥的 對 穩婆就是接生的 對 雅婆是做人口買賣的 對 那些人口買賣的話 就是因為救那些窮苦人家而已 所以其實一開始還蠻備受尊從 可是有一些啊 他就是看著的那個女孩子 漂亮的話 他會先買起來 擠兩銀子買起來 然後到後來賣到大戶人家 賺上千了 養地嘛 養地 養地的概念 對 所以到後來就變成說 他們也會就被人家 留下不好的印象 就是物色女孩子 是為了來賺錢的 了解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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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